方程會被擋住 因為高雄阿方程在比較靠我們園區那邊 好 那我還是要回到我們這個五百塊這個故事 剛剛東豪哥提到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為什麼高雄阿他不想要發這五萬塊 那被大家這樣子吵了一番以後才說 我是前市府怎麼樣怎麼樣 你也覺得他本來不想發是不是 沒有錯 那我現在就要從我們的預算書裡面來看 他為什麼本來不想發 好 我們先回想一下 他昨天市政府第一時間他講的理由是什麼 他講的理由是文康活動費去年編列不足之印 沒有提到什麼編錯的問題 對 他是說不足之印 那不足之印的話 如果要繼續發怎麼辦 那一定是從其他的這個預算科目來 來去做調度 來去發 好 那所以才會有那個員工說 行之有年的福利 換了市長就沒有 為什麼以前的市長 一樣的預算科目的編列 以前的可以發 現在不能發 大家才會氣嘛 你說現在改成這個誤餐費 那我還是要有誤餐的事實 才能夠拿到這五百塊 跟以前時間一到 我就有這一個五百塊的慰勞金 這感覺就已經從頭到尾都不一樣了嘛 所以大家才會很生氣 我告訴你一個壞消息 物餐費行政院跟各級政府有編列標準 我現在拿著這個是高雄市政府院俠市 物餐費編列標準在這裡 我把他潤大一點 八十塊 那我要延期幾次 而且延期是兩到三天違憲 所以他就是這間不對 黑白還到一間 物餐費是八十塊 你如果說是研習費 他繳學費喔 七餐 七八五十六 七餐 七餐啊 就是兩到三天啊 兩天半 而且那你要去研習啊 那你市政府 從公有約聘到所有的七百個同仁 都要拖去研習嗎 欸 現在本東一個都超過八十塊啊 物餐費是我耽誤到你 這是一個預算編列原則 所以我還差一百五耶 我編兩百五十塊不行嗎 一次 這樣 他有一個編列 他有規定 他有一個標準 不是你要吃多少就吃多少 有一個準則要符合 但是我們還是要 高宏安很好耶 你要謝謝我們 對 我們現在提醒你好 都不要再誤觸發網了 對 那我現在也要提醒高宏安什麼 我提醒他要會看懂預算書在說話 來 我們來看一下以前的這個 預算怎麼編的 我們來看到這個一百一十二年度 一般事務費 員工文康活動費 一百三十五萬 那這一百三十五萬怎麼編的 他抓市府員工七百五十二個人 每個人一千八百塊 那這一千八百塊 以前通常在做什麼 生日禮金有一千塊 那剩下的八百塊就會來做 我們現在討論的這個五百塊 跟一些可能像是母親節的時候 我們會做康乃馨送給市府的員工 端午節的時候做一些香包 也送給市府的員工等等的 這些都算在我們的這個文康活動費裡面 那以前這個文康活動費 如果在這個預算支出的時候 不夠發這五百塊的時候怎麼辦 就像東豪剛剛提到的 以前慣例的做法是用市長的 這一個業務費來去支印 來去支援 這不需要挪用 這只是預算科目的調度而已 這其實是沒有違反預算法的 然後就像定義委員剛剛做的 如果真的不符合科目 這也只是主計念一念 不會有人被抓走 不會有人被起訴的事情 這只是預算科目有點不符的可能而已 好 那高宏安他今天最新的回應是什麼 他說林志堅編錯 因為林志堅編在行政處下面 他們不能夠直接動資 這應該要編在人事處下面 他們才能夠動資 那高宏安說的是實話還是謊話 這個時候就要來教高宏安怎麼來看 你又要教高市長怎麼處理預算呢 對 我們從跨年的預算 你教他一次他可能還沒有看懂 那他可能還要再從這一次的中秋節事件 來看懂什麼叫預算書 來 這個是我們新竹市政府 稅初計畫費用明細表 中華民國一百一十二年度 所以是去年編列的今年度的預算 我順便告訴他在哪一頁 在零三零一百八十九頁這邊 這個是市政府的附屬單位的預算 是哪一個單位呢 我們看這邊 一般行政人事工作人事處退輔及語科 從以前到現在就是編列在人事處 就是編列在高宏安說要編在人事處 才能夠發放的預算科目裡面 對 然後你看這一張的下一頁 就是我剛剛一開始秀到的這個 一百三十五萬 原空文康活動費 一般事務費等等的 這代表什麼 代表他不是看不懂預算書 他就是在說謊嘛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 這一筆文康費就是編列在人事處下面 那為什麼以前編列在人事處下面的費用 你要說明年我再編列一次到人事處 我才能夠動資 這就是說謊嘛 為什麼說謊 因為他不想要動到他自己的業務費嘛 因為他把業務費當成自己的小金庫嘛 他有他自己動資的想法 他不想要用市長的業務費去支應 這個文康活動費的不足 所以他才要一開始先說謊說 我們用別種名目發 那現在又要轉移焦點說 是林志堅編錯 是林志堅沒有編在人事處 但是事實上明明就編在人事處裡面啊 高雄安他就是在說謊 林志堅沒有編錯 林志堅沒有編錯 劉重顯議員 剛才我們講到麻糬你知道嗎 市府員說現在麻糬要塞到嘴裡 要配一口茶的時候 聽到回建築物又噴出來嘛 然後現在五百塊錢的中修禮金 我到底研席要去還是不去 我到底要領 其實剛才講一個重點就是 我剛才講 繞來繞去 在哪裡你知道嗎 林志堅是編對了 但是可能不夠 不夠他拿自己市長室的業務費去貼嘛 他是編隊科目 人事處向下的文康活動費用 那可能不夠了 市長室說同仁辛苦了 我拿我市長室的費用去補你 高雄安前面那一節不講 他只看著說 怎麼可以花我市長室的費用 不可以 這是不對的 所以他花什麼 他花延期費用 他也沒有回到人事處 他就發 花這個延期費用 不讓你白白賺到這五百塊 中秋禮金 你這個結論非常好啦 所以高市長在巡迴市府 關心大家的時候 一個人送一顆麻糬 大家拿著這個麻糬心裡想說 這錢是個對對來的 我覺得最有可能就是本來的這個文康 活動費 他覺得不夠花了 所以我五百塊縮水了 縮水成一顆麻糬 這一顆麻糬大概五六十塊這樣子 所以就是等於是實質縮水 然後然後現在被這個員工爆出來了 大家明怨起來了 安安三號店開始 這個嗆我要罷免的張嘉倫開始 他是公車會的委員 然後再到大家也很熱烈討論的 這一個鐵板燒店 來做我們的月餅 那再到我昨天爆料的這一個 建商來做這個市政府 市長市的裝潢 聽起來也很合理沒有錯 應該要找建商來做 因為他們有很多附屬事業 但是這個建商 剛好又是高雄安市長認識的人 這就是一個一直以來 我們在討論最重要的核心 高雄安市長很習慣 應該說他很想要把這個市府的 這個公務預算以及標案 當作他自己人情的公基金 把這個標案包給自己親近的人 每一個來去承包他這個市府 案件的人都多多少少 可以跟他牽出一些關係 那又大多可以牽出 這些關係背後 都有一個建商關係的存在 所以這種政商關係 就代表高雄安市長 他根本就是不顧這個社會觀感 也不顧這個利益回避 而且我覺得他喜歡用夫妻雙人檔 你看公車會員周新鴻 他在台中是超跑精品店的業者 他讓他做新竹市議警大隊長 不過議警大隊長 其實大部分是出錢出力 但是社會地位就提升 然後就打通了警戒人脈 這是開錢的事情來交朋友 他就用他們的母子 他的母子叫做陳童妍 他的母子是一間公司的總經理 然後服務項目是生技 還有餐飲 這個選委會委員 那個讀董這邊的 這個讀董也是夫妻接手 但是這對夫妻 謝宏年夫妻也都一樣 在這個土開相關的委員會裡面 那他的太太來做評選會的委員 市政府這邊也有回應 選委會委員無幾職的嘛 就無幾職來服務社會的嘛 所以你們議員到底在擦什麼啦 一個工作是出錢出力的 一個工作也是出力的 你們為什麼還要配平嘛 出錢出力不是 應該說無幾職不是問題 那問題是什麼 問題就是大家一直講 高宏安市長一直迴避的這個利益迴避嘛 為什麼林志堅聘謝宏年老師沒有問題 因為林志堅沒有讓謝宏年老師去審寡婦樓的環評案啊 寡婦樓的環評案在林志堅市長的任內就是已經實質的凍結了嘛 因為文資爭議的關係 所以謝宏年老師在林志堅市長聘用為這個專業委員的任內 並沒有去觸碰到這個寡婦樓的環評案 所以因此也就沒有這個利益迴避的問題 那為什麼今天會有這個利益迴避的問題 就是這個核心林美滿嘛 我們一直說的這個林美滿事業群 如果林美滿事業群 跟這個高宏安市長之間 沒有這個回建築的疑似對價關係 這一整串的這個我們說的紅色蜘蛛網 那其實也只是建商之間他們沒有利益迴避 其實跟高宏市長也不能夠直接去連結說 高宏市長在這其中有什麼